昨天世界杯刷爆朋友圈的无疑是冰岛 这个货有30末左右人口 门江是导演 主教练是牙医的球队 竟然逼平了夺冠热门阿根廷 听我口令 大家天台集合 有序排队 先来一组冰岛女球迷这楼 再来认识一下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冰岛门江哈尔多松 俗话说 不会铺点球的门江不是好导演 作为可口可乐世界杯冰岛的去广告的导演 哈尔多松在成为职业球员 之前就是做电影导演的 曾经指导2012年欧洲歌曲大赛冰岛的摊败MV 他去踢职业足球之前的最后一家公司 还许诺给他保留职位 如果不踢球料可以回来继续上班 尽管手门圆着魔牛 但为料对付梅西领衔的阿根廷 冰岛还是排出料拿手的10-0-0阵型 梅西一看就荒料 我这小身板 你们还前赴后继的往我身上撞 宝宝又不是魔鬼筋肉人C咯 冰岛的防守体系位 足全力的游戏里的长城 没有龙燕相助 想如意鬼也或能在长城外徘徊六计 即便如此 阿根廷还是想办法敲开撂冰岛队的大门 一到一以后还赢 得撂一个点球 有人说冰岛禁区里面11个人 你让梅球王怎么玩 但问题是 禁区里面或有一个守门员的时候 也没见梅球王进球了 这就有点尴尬料 前天的苏亚雷斯 提克的任意球犯规 再有昨天乌姆弟弟送点球 现在梅西点球又设施 巴塞罗娜巴塞罗娜 你真的有毒 正所谓 今天你把房子卖料压冰岛 明天冰岛还你十套房子 今天你为冰岛打气 冰岛还你一个奇迹 但是阿根廷球迷你们千妙别慌 16年的欧洲杯葡萄达第一场 逼平料冰岛最后夺冠 18年世界杯阿根廷第一场逼平料冰岛 是不是感觉有点小确信 强如中国队也获在世界杯 输料三场球而已 并且我能够大胆预言 未来十年冰岛队无法在世界杯 攻破中国队的大门 所以一场平局 对于阿根廷来说并非不能接受 那么 冰岛是如何从一支世界排名 130外的球 对6年内杀到现在的第22位 除何在预选赛中立亚克罗的亚和土耳其 除何拈过英格兰闯进欧洲杯八强的 这些故事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料 英格兰族谈名宿来 英赫尔说 我们输给料一个火山 比球人多的国家 冰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没错 我就是用双个卓来给大家 安利这个神奇国度的 以下图片军围自己拍摄 冰岛是一座位 于北大西洋中央的火山岛 人口有325 000 拥有著月球般的景色 所以 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星际迷航 暗黑无界 星际穿越遗乐战境 维神2 白日梦想家等等 想表现非地球景色的电影都会到冰岛取景 能省点CG特效费是一点冰川 冰源 冰冻 冰天 且地这里能满足你对于白色的一切幻想 冰岛当然不只有冰 莱因赫尔不得说撂摩 这里火山多 地热感谢观看 喜欢视频的朋友 赏一个订阅吧